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伴隨著龍眼木柴清香 到底會是什麼滋味 溫泉水跟肉質 它最主要是酸鹼中和 有肉質下去的話 這個活徑會藏在肌肉裡面 秋冬季節泡湯舒緩 而溫泉現在不只能泡 還能入菜 就是苗栗這一間溫泉業者 讓溫泉湯更多變 自種蔬菜 從蘆筍 花椰菜到筍子 通通都喝溫泉水長大 所有的蔬菜都是我用溫泉水 來種植的 麻油爆香老薑 拌炒松板豬肉片 再加上用溫泉水種植的野菇 泡完溫泉暖乎乎 麻油料理更暖胃 原來是溫泉不只能泡 還能加入料理元素 創造新吃法 接著韓智勤 朴志明 台中苗栗報導